今天有為和阿屎來到鎮曼廣場吃日本食物 由於它的位置都算是工業區 我以為星期六日會沒什麼人 但原來只不過是因為我們太早去到 去到晚一點的時候幾乎是全屋 這裏很講究的把壽司和刺身豉油分開 而它的菜單其實也有很多東西選擇 除了有些痛餐之外還有很多散叫的東西 不過我揭到最後一把才發現 它有很多東西都應該是沒有了 所以它是直接黏在一起 不讓我看 而這裏下單也是採用ScanQR Code的形式 Scan完之後就會看到它的菜單 你想吃什麼就直接在菜單上按就可以了 由於它樣樣都好像很吸引 我們最後決定點兩個晚餐的魚生飯套餐 這樣就可以每樣都可以試到一點 下完食物後就可以走到外面雪櫃拿東西喝 它飲品的種類都比較多 我們最後點了這個魚生飯套餐 除了兩碗米利魚生飯之外 我們總共還有十件壽司 再加上我們加了沙律、鑼肉、小食 所以其實都很豐富 我選了火灼壽司拼盤 你看看它的沙律是一點都不細碟的 是很大份的 我叫的是米利吞拿魚熔湯 這個是跟餐的刺身 一點都不麻煩 其中一個我加了的小食就是這個 餃子和牙雞翼 這個是有為叫的 它就是壽司拼盤 它選的那個是米利三文魚粒粒海膽當 而有為選的小食 它就選了兩隻尺蝦 我最初還問它 為什麼你不選花枝卷 如果你吃不飽還可以吃花枝卷 但看到這兩隻尺蝦 真的很划算 因為真的很大隻 整體來說 魚生飯、壽司和刺身都非常新鮮 而且你看看它的蝦頭 還在吃飯 而我們追加的兩隻尺蝦刺身 是非常有驚喜的 你看看整個蝦頭都是蝦膏 有為表示它非常飽和非常滿意 二百多元 可以吃到這個質素的壽司和魚生飯 其實真的蠻不錯的 而且它們還在做這個外送的優惠 在馬安山區來說 只要訂購每三百元以上 它就已經免費送貨 其實如果吃壽司來說 三百元真的一下就捱到了 接下來它們還會做一個會員的優惠 大家可以留意 如果大家有經開觀塘的話 不妨去這間日本料理試試看 而我呢 下次就應該會試試它們的外送點 我們下一條片再吃吧 拜拜